Testing OK 我們開始 今天歡迎大家來參加CAPNN CFA 2013年Level 1的Demo Lecture和Seminar 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Candiff Leung 就是CFA Level 1的Trainer 先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有點雙腹 聲音沙沙地 CFA我2002年獲取了 另外有FRM 和FCCA FCCA即是ACCA的Fellow Member 另外有幾個Master Degree 就是Financial Engine Wism and Science, Computing, Statistics 另外有兩個Bachelor 就是Econ 和MAS 現在 我只是兼職 我正職 就是這間部份公司 做Tribus Officer 主要是管理不同的Financial Risk 之前主要是在 Banking Sector 做的 以前一間銀行做Market Risk Head 那Financial Industry 就做了超過十年 主要是做一些 Risk Management 為主 主要是說 我們有不同保險的Product 或者不同是銀行投資的產品 我會分析它相關的風險是怎樣 如果太高風險 就會建議如何減或管理風險 不同的產品都有 再之前 我在一間證券行 做一些 股票的分析 做一些分析員 主要是專注於國企股 OK 那今日的Gender 其實只剩下兩部分 第一部分 由我負責 會先簡單講講 Service Program 然後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模擬我們平常上課的情況 讓他們感受一下 不是故意教一些什麼 這個大約我們打算是 可能是回答九、十、十、圓 然後會到我的同事 他進來講解一下 Cabin有什麼Product 會幫助大家考試 不過去到班會比較短 可能10分鐘就完結了 之後會有些Session 給你發問問題 有問題可以問 OK 好 大家知道CFA 都是一個Finance 比較Hot的Destination 可能你覺得 會適合自己 或者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有一堆的原因 為什麼很多人上課 CFA的Charta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它一個Worldwide 承認的Standard 你考完之後去哪裏 你CFA都會承認的 OK 另外就是很多時候 幫助一些考生 去Enhance Career 特別在Finance 或者Investment方面 因為現在的競爭 越來越大 只是大學畢業的證書就不夠 OK 接著一些基本的Figures 就是參考人數 即我們用CFA的Charta人數 香港來講 大約現在有五千個人 全球有十萬個 OK 中國就有二千個左右 因為中國就開始了沒多久 OK 接著講一講 有些跟CFA有關的 Empointment Trend 或者Career Benefits CFA的Program 已經很久歷史了 1962年已經開始 基本上就有五十年歷史了 它的特點是 它會專注於Investment 以及Practic Space Practic Space 意思是 平時大學有時考試 就是會考你如何 Proof the Theory 這樣 CFA就不考這些 即是怎樣 Apply了一件事 去解決問題 即是Proof the不考 OK 就是Practic Space 的 基本上就是 雖然CFA就是 Focus on Investment 其實很多不同的公眾 都會聘請CFA的 Amenders 或者Charta Holders 這裏大約分佈 很多行都會有的 包括我做的Risk Management 當然 Focus 都是Investment 所以 Focus 是最多的 OK 接著 有什麼 公司會聘請CFA的Charta Holders 這樣一樣 都是主要的 金融機構 可能是銀行 基金的公司 保險公司等等 但都是很多種類 即不同的金融行業 都會聘請CFA的Charta Holders 接著 可以聘請一些 最標準的 CFA的Charta 聘請最多的 大概是誰 如果世界上賣 你看到 多是出名的 i-Bank 或者是商業公司 這個是亞洲居 情況 情況也差不多 即是 大型的僱主 都會對CFA的Destination 有一個形獸性 便會聘請很多 這些奉項 另外,如果你有找工作,例如有很多信息都要求希望有CFA的Destination 例如Bomper請一個Prior Equity Analyst 他也有提及Prefer Candidate有CFA的Destination 另外,Google Set 請一個Equity方面的Analyst 如果有參與CFA,他也會覺得有優勢 之後幾張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不再詳細講,可以自己再看看 接著我們講一講,如果有CFA的過程是怎樣 如何才取得Destination 首先要報考,報考有些資格 基本上,你有Bachelors Degree 這裡寫US,如果你是香港的,任何一間大學都沒有問題 都符合這個要求 或者你不是已經完成了Bachelors Degree 你是讀Bachelors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年的學生 都可以去報考CFA考試 另外就是,或者你沒有這些Education的背景 但你有四年相關的經驗 即是跟Investment和Finance有關的經驗 都可以報考的 或者兩者加起來,各自有四年的經驗 Professional Work,就是你出去做Investment University Experience,就是有時候你在大學教書 如果搞Finance Investment,有關都會計算的 OK 那這裡的Process就說了 實際上我們由開始到CFA Charter Holder的流程是怎樣 第一就是剛才說了 看看你有沒有條件,去登記 登記這個Program 剛才說過了,可能你有一個Degree 或者是Final Year的學生 報名之後參與Program,就開始是 CFA有三個Level的學生 CFA有三個Level的學生 那你就要順序的,1,2,3 即是一的學生 PASS了才去考二 就不可以調亂次序 所以就要考一,二,三 先考考試 那你留意,Level1考試就是 6月和12月都有的 但Level2和3只有6月有的 OK 那他有建議,每個Level 起碼有三個小時去Study 每個Level都是Focus在這10個TOPIC 我們就會看到那10個TOPIC OK 那有個TOPIC比較重要一點的 就是CALL OF ETHICS 和STAND DONE AND PROFESSIONAL CONTACT 那為什麼重要呢? 我之後會再講一講 那你考完試之後 譬如PASS了Level3 那怎麼辦呢? 然後你就要檢查一下有沒有相關工作經驗 OK 那他要求呢 就是有四年的雙工作經驗 即是相關大力很闊 即是EFIN 那這四年的工作經驗呢 他就沒有限制你幾時去拿到這個經驗的 即是你 即是 考試前 中間 或者之後 都可以 總之是一輩子 有四年工作經驗就可以了 OK 那你PASS了三個Level的事 再加上你有足夠的工作經驗呢 那你就可以 申請取得到CVT 那申請的時候 有些手續要做 你要簽一個 Professional Conduct Statement 證明你沒有犯事 那些東西 那就交會費 然後就可以取得到這個CVT OK 那你留言 以前考試有限的 即是你可能每個Level 轉考幾次 或者是 三周的Program之後 要多久要考完 現在就沒有限制了 以前有的 現在都沒有了 OK 那Level 1、2、3有什麼分別呢 簡單來說 Level 1 就考你一些Basic Knowledge 和概念 一會見到 即是你這些 產品的基本的認識 一些基本的統計的概念 等等 或者是Accounting的概念 那你掌握到這些概念 Level 2 就會叫你 是考慮 如何apply這些概念 去value 一些assets 譬如如何計算 一個equity 或者債券的價錢 那 那Level 2 都可以自己集中 是個別單一的投資 譬如只是某一個債券 或者某一個股票 那Level 3 就會是 說多些關於整個Portfolio 你整個投資組合裏面有債券 有股票 那如何管理呢 那 剛才說過 有三個Level 都會掌握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這一部分 那 那 我們總共有十個 topic 第一個topic 就是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主要是說 因為 最近你們 十年八年 很多是金融的騙案 這樣 可能 以前霸零 利森 那些 他有些 自己的standard Ethical不好 做到一些詐騙的 公司會賜到錢 那 所以呢 CFA都希望 那個candidate 會遵守一些 他的Ethical 或者Professional Standards 這個書 要考慮 對那個standard 認不認識 這樣 那這個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 主要是一些 Investment Tools 就是一些 基本的 我們分析Investment 要的工具 Quantity Methods 主要是一些統計的工具 另外 就是經濟的認識 Financial reporting analysis 主要是一些 會計上的知識 那還有Corporate Finance 就是我們今天會講的題目 第三個大類 就是不同的 Investment Product 包括什麼呢 股票 Fixed Income 就是債券 Direrative 就是一些衍生工具 例如外賣 認股證就是 另外一些 Authorning Investment 就是和這三類不同的 那就是房地產 對沖基金 或者一些商品的投資 那第四大類 就是剛才說的 不是單一產品 就是整個投資組合 可以怎樣管理 OK 那你見到第二第三項 其實裏面都包了四個項目 所以一加四加四加一 總共有十個項目 OK 那每個Level 這十個項目的分部 是不同的 就著Level 1來說 基本上 一半都是跟 Investment Tools有關的 OK 那在Level 2 就會把它轉到 主要是不同的 Individual Assets 它們的Valuation 就是比重比較大 那最後在第三個Level 剛才我講過 它Focus 就會在Propolar Management OK 那Level 1的考試 通常就是 會用MC的程式 那Level 1就是240條 那基本上 就是大約分半鐘一條 因為我們考試時間 就是上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就是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二百四個條 就是大約分半鐘一條 OK 每一條的分數都是一樣的 那 就 Multiple Choice 就有三個Choice 兩個是錯的 就是一個是正確答案 OK 以往有四個Choice 現在好了 現在只有三個Choice 那多少分才Pars 那以往有些 就說 考70分 或者Linecur 就是最top的1% 70% 那 現在來講 就沒有這些 那它每年就會抄 一個Sample Group 就是抄一群 可能是拿CMA Charter的人 那它就會試一下 做這題目的 那Tessa呢 它說 一個剛剛Qualify 的Choice 應該是大約合到幾條呢 就定過Pars的準則 所以連連都不同 那 但是呢 有一件事要記住 就是 Sample Institute 就沒有Fail那個 是拿70分的人 就是拿70分 基本上一定Pars 那 但是當年實際上 Pars的分數多少呢 就看他抽個Sample Group 那些人做的分數是怎樣 OK 那剛才講的ethics 比較重要的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分數呢 是 就是很近那個 或者是 就是 很近那個Parsing Parsing 的Square的 譬如60分Pars 你59-58 那這些marginal student 會看你ethics 那Pars 做得好不好的 那如果做得好 可能會 就是Mind回去Pars 這樣 OK 那Parsing Rate 那 那 今年的6月呢 大約是38% 去年12月的考試 大約是38% 即是三成兩四成 大約是38% 即是三成兩四成 For Level 1 來講 那 這個都是一個 只不過一個圖 那 這個都是 那通常是Level 3 2會高些 Level 1 又低些 那 那13年6月的 考試費用 那大約就是 你首先要付一個登記費用 還要付完登記費用 還要付完登記費用 參加Square program之後 你要再給一個 就是下Level 1 那個是Moment 考試的費用 那基本上呢 就是 如果你早些報 它又會便宜些 遲些報 就會貴些 就分三個Phase 那你自己可以上去看 那你不相信第一個 就是 9月19日已經過了 那 然後呢 下個 deadline 就是明年的2月13日 OK 那如果是 所以它有一個 的 那如果你最早報 那些Total cost 是1080 那最遲報是1635 那 那怎樣遲也好 就不要遲過 明年3月13日 這個是最遲 美國報的時間 過了之後 就多少錢都報不到 OK 那考試時間就是 明年6月1日 上午9至12日 下午2至5日 即6小時 OK